大家好,我是光蟲团队的Sean 之前我们有一部影片是在介绍我们这个电微焊机的一些差异比较 那因为那时候有介绍三款,其中有一款是旗舰型的机器 那因为旗舰型的机器呢,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然后它可以调整的这个细节也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运用在我们珠宝啊,钟表啊,或者是我们这个眼镜页 它的这些功能基本上我们不会去用到,也不会去调整到 唯一会有使用到的可能就是你做电子页,你去研发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调节一些细微的参数,才有可能会用到它 所以旗舰型这一款我们其实很少在贩售 那也没有库存这件事情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也认识它,你想要买,没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帮你从美国这边订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现在目前最热销的这两款机器 就是分别是我们的基本PLUS型以及我们的极简型这两款 那今天会透过影片呢,把它们的一个功能差异 跟它们的一个实际使用的差别,藉由这影片把它呈现出来 让你们对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认识跟了解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基本PLUS型 那基本PLUS型呢,它的基本的配备就是主机 包含了这个5倍的显微放大镜 那这一个额外接的这个萤幕不包含在里面 它是我教学的时候在用 我可以把它投到我们这萤幕上面,让客人去看细节 那我们先来介绍它跟这个极简型最大的几个差异性在哪边 首先第一个,这台机器呢,它有一个功能叫做碰焊的功能 那这个碰焊功能呢,我先强调很重要 它只适合用于不锈钢 白金,钛,这三种金属 其他黄金啊,银啊,铜啊 这个功能都没有效,要记得哦 那它的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呢?很简单 假设我现在手上有不锈钢,白金或者是钛的任何的物件 像我手上这是不锈钢的螺丝两颗,对不对 那我就把它对齐起来 好,对齐之后呢,我就直接 等一下哦,我先按一个,好 我把它启动 启动之后呢,它会自然的怎么样? 黏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碰触式的焊接 碰触式的焊接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 它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个碰触式焊接,我必须强调就是说 它的焊接的强度,其实不是很强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软焊的功能 就是拿来让你做定位的使用 拿来让你做定位的使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让它是 永远都不会掉,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先把这个金属键呢,先定位 定位好 确认是我们要焊接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动作 就是电焊的功能 好,刚刚碰焊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电焊 那在介绍是示范这个电焊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基本plus型呢,它有电焊的功能 极简也有它的这个电焊功能 就是相同的电焊功能 但是,它们唯一最大的差异性在于 在于,这一台它的瓦数呢 有到100瓦 极简型呢只有30瓦 但是呢,这30瓦或者是100瓦 不管哪一个瓦数 它都可以拿来焊接金银铜不锈钢白金钛 所以不是说,哦,这台只可以焊什么什么金属 这台只可以焊,不是哦 它们都可以 那这个瓦数呢,其实说实在话 它设定30瓦 是刚刚好绝对够你用 因为,以我自己用 超过大概快10年以来的经验 我怎么焊接都不会超过20或25 最大真的就是25、26、27 不会超过这个到30 那这个100瓦它是有其他的用途在 那如果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眼镜业啊 或者是钟表业或珠宝业 其实是真的有点多啦 有点多 好,那 了解它们的差异之后呢 我们现在示范什么叫做电焊 来看到我们的萤幕 那我们先点选电话按键的功能 然后呢,我们调整一个功率的大小 假设我调16 那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萤幕上面 这个金属呢 它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就碰这个针 你们看到它是不是融结起来了 就这样融结起来 这就是电焊的功能 所以它是把什么东西 原本的材质 原本的材质给融化之后 让它能够融结在一起 记得哦,过程中我没有加入任何的焊料 都没有哦,是它原本的材质融结之后黏在一起 的方式去做一个融结 这就是所有的电焊 接着要介绍的是 这一台基本plus型的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震荡电波 震荡电波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先强调哦,这个震荡电波 是只有这台基本plus型有 但是这个极简型是没有的 它的功能的作用是这样 我先示范哦 我现在先设定的瓦数是16 16 那我们现在呢,看着萤幕 16瓦它打出来融结的效果是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下哦 有没有,就这样一个点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一个小小的点在这边 OK,好 那我在不动 我不动这个16瓦的状态下 我开启这个震荡电波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打出来效果会变怎么样 这是刚刚16的 然后我们打这边 好 你会很清楚的听到一个 比较尖锐的 的声音 但是呢,你会看到通常都是16 我把它调整 窒息 就是清晰一点 好,通常都是 都是16瓦 但是它的融结范围跟深度呢 就很明显的加深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它的这个功能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的同样的能量大小 藉由震荡的方式呢 传导到金属的深层 意思就是说 当我在开启的时候呢 我可能原本16是打金属的表面 让它融结 但如果开了这个震荡电波 它会瞬间用很 很多不同的频率的一个震荡的方式 它是把能量传到金属的深层 那这个深层呢 可以加深它的融结 以及 让它的这个 牢固度会增加 这就是它 特有的这个震荡电波的功能 所以要强调哦 这一台没有 只有这一台有 好,介绍完它们的一个 内部的功能差异之后呢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配备的差异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极简形 它配的是这种的护目镜 那我们先来看 它的护目镜的重用下 它是怎么样焊接的 我们基本上就是 拿我们的焊接的物件 放在这个 护目镜下面的这个焊枪的枕头前面 然后碰它 有没有 它就是这样 那你会看得到 它其实焊接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个呢 它是没有放大显微的功能 就是你看到就是原本的倍数 但是如果是这台基本 基本法子型的话呢 它就是有这个5倍放大镜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目镜呢 去看到你焊接的东西 那这样的差别会在哪里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你的焊接速度 还有焊接的精细度 都会有差别 如果你有5倍放大镜的话 你的细节 跟你的精细度 焊接之后的这个漂亮的程度呢 当然是5倍的会比较好 那这个的话就会效果差一点点 除非你焊接的东西的大小 就像这个样子 都是相同的尺寸 那你每天反复的去做 或者是你已经累积了一段经验 你的尺寸就是比较 怎么讲 比较粗一点点 不会太细的东西 那这个 这个护目镜做就会适合你 就会适合你去操作使用 好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 如果今天你的预算 因为其实基本法型车上功能 比较多 但是它的这个售价也稍微高一些些 那极简型就会便宜很多 几乎是半价 但是呢 你的预算 如果是落在购买极简型的区间 但是你又想要有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护目镜功能可以怎么做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稍微增加一点点预算 把这个护目镜做一个升级 就会变成所谓的极简plus型 极简plus型 极简plus型 它就是这个显微镜 上面会多了这个架子 让你可以放机器 OK 那极简plus型就是有台 小的这台机器的功能 但是呢 你会是用显微放大镜的方式 再去操作焊接 这就是另外一个 小知足的另外一个选择 好透过上述的影片介绍呢 我相信你们对这个电微焊机 这两台机型呢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按照你的焊接需求去进行选择 那如果假设有机会购买的话 我们还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授课的 就是专业的课程给你们 让你们一拿到机器呢 经过这个教学 马上就可以上手去做使用 OK 好 那最后呢 还是如果你有其他的 对这个电微焊机的一个问题的话 甚至你想要做一些样品的测试焊接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跟我们小编联系 我们会尽肯去协助你完成 那最后呢 要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今天的影片呢 有给大家一些些帮助的话 请帮我们在底下的部分呢 点个赞 给我们一个鼓励 好不好 谢谢